河面上长长人龙 手拉着手一起渡河 爆量的移民再度涌入美墨边境 我再度发生逆比悲剧 三岁男童跟着家人冒险渡河 却在途中被冲走 移民抢着要入境美国 德州边境大臣埃尔帕索 平均每天过境移民数破千诊 许多人被迫露宿街头 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 到现在还找不到工作 身上完全没钱 一夜之间涌入大量移民 边境城镇难以附和 拜登政府宣布放宽 获得工作许可缓解人流 暴量移民有如未爆弹 尽管当地已有近三千名 国民警卫队员 但还是不够 当局紧急调判八百名 现役国防部人员 前往维持秩序 TVBS新闻中博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